我叫徐梓盈 我學了長笛 今年應該一年半 因為入了廠 一直都回不了學 所以連街都很少出 就在家裡休息一下 心情上 會有多種成功感 因為當你吹好了一首歌 你會覺得自己 好像有一件事是成功 子營是一個很堅強 很有影響力的學生 其實在他身上 我自己也學了很多東西 其實他很困難 因為他不太看得清楚 但是他到台上已經很緊張 他其實都可以去背 這個我也很佩服 我午餐的時候 我差不多一天都叫他來練習 聽他演奏場 我就不覺得他學了一段短時間 也追得很好 還有有感情 我相信他在背後 用了很多時間去做 我當初都會擔心 他會停留學那麼久 都會擔心他很多東西追不上 或者是否需要再重毒 或者是資餘處理 但是發現 又跟得很好 如果幫助他康復 我想最重要是他的情緒 他享受這件事 因為他情緒好的時候 其實康復都會快一點 玩牆壁的時候 我覺得很舒服 因為沒有那種 迫著你要很快的感覺 反而是可以讓你 慢慢來 讓你在那首歌裡享受一下 首先我學到的就是 我從來沒有學過的 一些惡理性的東西 另外一件事就是 學到開始的人 不可以下降得那麼快 有些事情不是說 你快就可以做得到 反而你慢慢來的話 其實效果會好些 他可以更進一步 或者可以繼續學下去 可能將來有些考試 可能有些級數 要考的我都會去支持他 我想場地可能是 找到他心目中想要的那件事 無論玩什麼樂器都好 至於你有心 一定可以 不需要歉 加油 是 在這 максимум中 因為百財 人 商品 兩者 都要 無論 括 怎麼到 魁